好,在上个视频,现在呢我已经勾回来了,勾回来到这个蓝色记号扣的位置,在这里我们把这个记号扣给它取下来,然后我们绕线,在这个记号扣这个位置,三针辫子针上面的位置给它勾上一个长针,因为我们这里现在这个三针辫子针是做一针长针的,所以我们要在这上面勾一针,这样它就是,这样就勾成了。 不勾的话就不够数,然后我们现在再立三个辫子针,然后直接,直接拿出记号扣,我们可以直接扣在这个三个辫子上面给它扣好,扣好之后,等一下下一次找位置的时候就好找,还是往右边转,往右边转,我们又勾回来了,绕线,还是把第一针给它控下,然后开始勾第二针, 入针的时候大家不要勾错了,免得多针了,或者少针了,好,我们还是用同样的方法开始勾,我这个尺寸一共是勾了有16排,勾了有16排,大家自己看圈数啊,看一下需要勾多少, 因为我们起针数,起的,呃,加针的数量,呃,排数不一样,然后勾最后勾的这个,勾的,呃,勾的这个不加不减的排数也不一样,我这个尺寸呢,我就是勾了有,呃,一共是16排, 从这个帽,这个顶部开始数,数一共是16排,然后呢,呃,后面的,大家就是用之前同样的方法来回的勾啊,从这边勾到这边,然后再从这边勾回来,一共是16排,大家自己动手把这16排给它勾好,勾好之后,我们再来讲,再来讲后面的, 然后呢,呃,呃,我这里就不再多讲了,我们下个视频再开始讲后面的,呃,